加油 妙妙加油 琪琪 我肯定能拿第一名 啊 我怎么摔倒了 我的腿好疼啊 妙妙 你怎么摔倒了 你没事吧 我来带你去医务室 妙妙 你的腿磕伤了 并不是很严重 用点符消毒 清理好伤口就可以了 不过 这几天可千万要注意 不能再剧烈运动了 什么 那我岂不是拿不到第一名了 妙妙 你腿都磕伤了 还是先好好休息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和大家一起比赛 琪琪 真是太谢谢你了 把我送来医务室 不用客气 妙妙 以咱们的关系 你就请我吃一顿大餐就好了 我的要求也不多 我要吃黄焖鸡 鱼 鱼香肉丝 红烧排骨 还有超级大汉堡 什么 琪琪 你帮着我就是为了吃大餐 那当然了 我帮着你肯定要得到回报啊 帮着别人就是为了得到礼物的 琪琪 你怎么会这么想 奶奶 你一个人过马路啊 我来帮你吧 谢谢你啊 好孩子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哇 这是我最喜欢的糖 谢谢奶奶 你以后要是还需要帮助 直接喊我就行 太好了 没想到帮助别人竟然能收到礼物 我要多帮助几个人 收很多很多礼物 妈妈 你在干什么呢 琪琪 我在洗菜呢 今天家里要来客人 妈妈要做很多好吃的 还真是有点忙不过来 妈妈 我来帮你洗菜吧 我可以的 太好了 琪琪 你真是长大了 竟然知道帮妈妈做家务了 妈妈 我帮你做家务了 我是不是可以有点奖励啊 没问题 儿子 妈妈奖励你 吃你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 怎么样 哇 太好了 谢谢妈妈 我这就帮你洗菜 看到了吧 琪琪 妙妙 帮助别人就是会得到礼物 妙妙 还不快请我吃大餐 皮皮 你真是太过分了 快点和妙妙道歉 没想到你帮助妙妙来医务室 竟然是为了索要礼物 我本来还想好好地表扬你呢 现在看来 哼 什么 我才不要道歉 帮助别人本来就是会得到礼物的 皮皮 你竟然还不知悔改 我要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的家长 老师 你可能是误会了皮皮 皮皮应该是因为之前帮助别人 得到了别人送的礼物 我以为帮助别人就一定会收到礼物 所以才会像喵喵所要礼物的 原来是这样 皮皮 你错了 帮助别人并不是为了收获礼物 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要伸出自己的援手 而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我们会收获快乐 这才是帮助别人的意义 啊 好吧 我还以为只要帮助别人 就一定能收到礼物呢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跟妙妙所要礼物 对不起 妙妙 你能原谅我吗 我原谅您的皮皮 小朋友们 你们会帮助别人吗 帮助别人并不一定会得到礼物 但在帮助别人时 我们会收获到快乐 这才是帮助别人的意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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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